慈悲的益处 慈悲有十三个好处 首先,经常慈悲的人 人会越长越漂亮 不会很凶恶 脸不会长得很嗔恨 第二,福气常随身 经常慈悲的人 福气是跟着你跑的 越是慈悲 你这个人越有福气 不肯慈悲的人 就是没有福气的人 第三,卧安 经常慈悲的人 睡觉睡得着 很平安 不会难过害怕 第一四,觉安 就是感觉很平安 只有慈悲的人 他才感觉平安 举个例子 今天你对人家不好了 你感觉就不平安了 你知道他总会给你反击的 今天我在公司里骂了这个人 你马上就会想 他会不会去总经理那儿 讲我的不好 你就不平安了 就不舒服了 就很难过了 第五,就是不见噩梦 经常慈悲的人 他不会做噩梦的 很称恨的人 才会做噩梦 第六,天护 一个人有慈悲心 天上的菩萨 天上的护法神 都会保护你的 如果没有菩萨保佑你 就说明你还没有慈悲 现在真正慈悲的人有几个 慈悲是不容易的 慈悲的人必须有度量 待会儿给你们讲这个度 第七,人爱 就是人见人爱 人家看见你会喜欢的 哇,你这个人很善良 你这个人很慈悲 我愿意跟你交朋友 第八,不毒 就是说 慈悲的人不会被毒药毒死 大家说 我们生活中 有没有被人家害死的人啊 第九,不兵 就是说 慈悲的人不会被兵器 和当兵的人所伤 不会被战争环境所害 第十,水不淹 慈悲的人不会被水淹死 第十一,火不烧 慈悲的人也不会被火烧死 第十二,在所得利 只要是慈悲的人 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得到利益 不懂慈悲的人 你去动坏脑筋好了 你去弄人家好了 到了最后 得不到利益的 第十三 死后生天 生饭天 真正好的人 是什么人呢 是有所作为的人 是肯帮助人家的人 有所为 而有所不为 实际上 一个人的作为 是根据自己的理想 和境界 来提升 来定位的 有的人说 我一辈子不要做老板 也有人说 我这一辈子 默默无闻地帮助人家 就满足了 还有人说 我这一辈子 就这么平平淡淡 就可以了 有些有钱人说 人生就这么回事 该吃的吃过了 该玩的玩过了 死掉就死掉了 这也叫人啊 人是有境界的 你到底想做什么样的人 想做庸人 还是想做圣人 邓武也具有灵性 大家看过新闻 一条狗 它爬起来时 两只前掌会败的 很多狗都识人性 其实狗最容易投人 而人做了比较轻一点的坏事 就是投狗 很可怜的 你仔细盯着狗的两只眼睛看 像不像人 你再仔细看看 马的眼睛 牛的眼睛 羊的眼睛 像不像人 你再看看很多人 脸长得像牛一样 有的脸长得像猴子一样 就是动物 还没有完全进化过来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 人不休的话就完蛋了 等他一旦投胎畜生后 他就只知道 跟在主人后面跑 他就是一条狗了 慈悲有十三个利益 想想看 一个人慈悲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慈悲 他就不懂得修行 慈悲也是修行的最根本基础之一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慈悲的话 他就不懂得修行 今天你看到他可怜了 你就会救他 师父这两个月受得很厉害 真的很辛苦 而且现在来的急诊 身上的鬼很多 都是厉鬼 师父要有慈悲心 什么都能放得下 今天我们都是来做功德的 今天我们都是为观世音菩萨弘法的 今天你让我多做一点 我就多做一点 今天你让我下去救人 我就下去 今天你让我上来 我谢谢观世音菩萨 观音堂是来修行拜佛的地方 不是让你们来搞是非的地方 以为师父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那才是傻瓜呢 师父只不过不讲罢了 师父在电台里讲得这么神 你们动点小脑机 就以为师父不知道啊 别说其他的 就是你们有一点杂念 想法 师父都看得出来 你们要知道 你们现在跟谁在打交道 只有好好修心啊 不管你是不是师父的徒弟 你做的像师父的徒弟 你就是师父的徒弟 你做的不像师父的徒弟 就要好好修了 人就是这样 是靠自己做出来的 好好修啊 菩萨在天上 在我们的头上 你还敢做坏事 你还敢嘴巴乱讲 你还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前世都是有缘分的 这没有什么稀奇 今世谁跟谁 只不过是个缘分 只不过是个称呼而已 你今世是我的老婆 是我的谁 实际上 全部是前世有感情的延续 师父现在的能量 已经大到什么程度 师父跪在这里的时候 看见观世音菩萨 师父两只手一举 师父好像拖着宇宙一样 受的磁场力奇大无比 所有的果不好 都是你种的因 今天你所承受的任何果报 全是你自己种下的因 今天老婆跟你吵架 就是你种下的因 今天你没钱了 就是你种下的因 今天你倒霉了 就是你种下的因 师父现在的意念能救人 所以师父必须更认真的修心 更不能对人家不好 咬咬牙不能生气 不能发脾气 大家要好好修 如果能够修到心想事成 你还怕生病吗 观世音菩萨告诉师父 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弄得有多好 自己就能够活多长 菩萨怎么能不慈悲师父 同样 观世音菩萨也希望你们在人间 过好每一天 有位听众跟师父说 您现在教大家念经后 连澳大利亚政府都要感谢您 因为您让很多人不去看病了 为政府省钱了 其实很多病念念经就好了 所以一定要一直坚持念经 身体会更好 如果师父的节目这样一直做下去 十年后 很多人的身体都会好 连吃海鲜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弘法利生 你今天弘扬佛法 你就对自己本身有利啊 就是利你自己的身体 师父今天 再弘法 就是利益众生 所以你们真的要好好学 作为徒弟 更要自爱 任何世界上的事物 今天能够变过来 明天也能够变过去 如果你今天身体不好 明天会好 但是你不做好事 好了又会不好 如果你今天生意不好 明天会好 如果你今天会这么做善事 明天会得善果 一定要记住 修心的人一定要谦虚谨慎 要对人家好 要真修啊 做事情要默默无闻 实实在在 不要浩大喜功 明天会好 朗掉